嗨大家 今天有两台很厉害的手机刚刚发布 登登 这一台1899 这一台2699 让他们两个哦 都可以拍出20千一张的人像照片 ONOR200 AND ONOR200 PRO 为什么是20千 因为拍照好看 ONOR这次竟然跟超级无敌出名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可是明星界没有人不懂他的studio Harcourt合作 studio Harcourt哦 他在法国是一个最古老的影像工作室 他们最出名就是帮人拍portrait 帮谁拍过 有周迅啦 有范冰冰啦 Alan Delon Sou Faye Sou Faye Maso Coco Chanel 甚至什么王后啊 国王啊都拍过 所以我们法人可不可以去咧 可以 但是一 人家很远在法国 二 人家很贵 20千一张portrait Wonderful 快来应该直接起飞 就是拍了直接不改了 所以ONOR200这次跟Hakok合作 冰箱类就是帮我省下20千 然后让我体验一下用客宅手机 变成明星的样子 好 现在我们直接来看手机了哈 ONOR200还有第一次带进来马来西亚的Pro版本 我觉得它们外形是一模一样 尤其是那个镜头 同样是鹅卵石 然后走着一个优雅高贵的路线 但是你细心看它的纹路是不一样的哦 这边就可以区分 ONOR200我这个是珊瑚粉色 上面其实你看到有一点水的流动感 然后又有一点点散粉 整个感觉给我就是阳光 照射在水面上的感觉 除了这个色之外呢还有白色跟黑色 另外一台ONOR200Pro 我会讲这个叫做月影白 是一个很干净的白很漂亮 我是一个很容易被白色打动的人啊 它上面有一个不规则的光影 我不懂怎样形容啊 我自己觉得有点像海浪拍打的感觉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叫做天海青色 具体感上面呢ONOR200它是亮面的 200Pro就是磨砂质感 它摸上去是有声音的 两个都不沾指纹不沾哦 屏幕上面两台都是有护眼模式 3840Hz的PWM调光 亮度最高峰值4000nits 支持10.7亿的色彩显示 122色刷新率 手势式 touch screen没有问题 还有帮你睡觉的 Scardium Night Display也是有的 但是有两个不同的地方 第一就是尺寸 ONOR200是6.7吋 ONOR200Pro是6.78吋 但是那个差距其实是很小很小啦 飞不太出来的啦 第二个点就是 ONOR200Pro有AI Natural Tone 2.0 只有它有 它是可以根据周围环境的灯光 360度一直在改变屏幕的色调 整个过程是自动的 Auto去调屏幕的亮度和色温 目的就是给你一种在看着书的感觉 而不是看着screen 严格上来讲它是一个保护眼睛的功能 我发现ONOR在护眼上面则是构力极致 重点来了 CAMERA ONOR200系列上面的Hardcore模式 一共有三种 第一个就是最经典最多明星拍的 Classic模式 也就是黑白啦 拿掉了颜色之后 很有故事感的 但是也最挑递 需要有特定的光影才能够拍出那个feel 不然你normal走在路上拍用这个模式 很难有感觉 第二个 质感模式 Color 很有胶片感的色调 contrast比较深 很适合复古的场景 拍出来是好看的 第三个 生动模式 Vibrant 它属于比较modern的色彩 干净 很通透 日常普通白照可以用这个是不会错的啦 而且肤色还原会有点白里透红 不会over 女孩子会比较喜欢啦 这边耗勒一下 再放多一次我跟阿肯一起用Hardcore模式拍的照片 难得这样帅拍都拍了 大家一试一试看一下啦 哈哈哈哈 ONOR200跟ONOR200PRO到底在相机上面有什么不同呢 今天 如果你只是想要把人相拍好看 你对细节没有什么要求的话 我可以讲 他们没有差别 而且哦 ONOR有点佛心 200和200PRO都有这个很厉害的Hardcore模式 一样三个镜头 一个闪光灯 50MP主镜头 12MP广角微距 50MP长角 用的还要是新的Sony MX856传感器 连双防抖都是一样有的 那到底插带里面 就是主镜头的传感器上面 ONOR200PRO还用的是1U1.3寸的H9000传感器 有更大的CMOS 更大的单向素尺寸 拍出来就更加多细节 而ONOR200镜头用的是1U1.56寸的Sony MX906传感器 这边呢 直接给你们看对比效果 你们觉得有没有分别 而且我发现就算不拍人啊 这个2.5倍的镜头也是很好用的 拍风景啊 拍路人啊 而且白天细节OK 夜景画质也更好了啦 我可以讲算是ONOR有史以来最好的2.5倍镜头了 讲完了拍照 还有处理器了 ONOR200PRO用的是Snapdragon 8 S Gen 3 手机开了游戏模式 Mobile Legend开启最高分辨率 还有最高帧率的情况下 半小时的对局也可以保持在稳定的120FPS 而ONOR200它用的叫做Snapdragon 7 Gen 3 它这个处理器算是属于一个中端的芯片 它更适合玩游戏没有太极致要求的人 个人觉得喜欢玩大型游戏的话 还是比较推荐Snapdragon 8系列的 电池上面 两台都是用着青海湖电池5200毫安 然后两个同样支持100W的Supercharge快充 但是只有这个ONOR200PRO 它有支持66W的无线快充 它就没有啦 And then除了无线快充之外 也是只有一些功能 只有PRO版本才有的 第一个就叫做C1射频增强 晶片你们记得吗 就是可以让你的信号比较弱的地方 Lift啊停车场啊演唱会啊 你的手机的信号可以增强 你想到网络 make sure你的信号不会断不会卡 第二个叫做AI motion 跟深信抓拍 这个也是只有PRO才有的 比如说你拍小朋友拍动物 快速移动的东西都可以用 拍出来是清清楚楚的 第三就是隔空手势操作 这样是back 这样是scroll 这样是screenshot 还有一个200和200PRO都一样有的AI功能 超级好用 比如AI隐私打码 跟朋友聊天内容很好笑 你想要post出去是不是 但是名字头像不能给人家看到 你就用这个功能 你screenshot了之后 你拉上去 你会看到隐私打码这个字 点一下 AI就会直接帮你马赛克人名号 头像是 噢噢噢噢噢 不用自己edit到半死 是不是很好用嘞 然后还有AI任意们 这个功能我之前 HONOR MAGIC 6 PRO就讲过了 没有想到HONOR 200系列也是有 看到喜欢的照片场案 拖去旁边就可以直接search它的资料 或者是照片拍了 拖去TikTok直接post 不需要关掉APP 打开TikTok找照片 这样麻烦一键就settle了 这些都是200和200PRO都有的 OK 到了重点 HONOR 200跟200PRO到底应该怎样选 我们现在先看价钱 HONOR 200还有两个版本 12加256是1899 12加512是2199 HONOR 200PRO只有一个版本 12加512是2699 两个价钱相差500块 但是它们不同的地方也是蛮多的 比如说屏幕 相机 充电 信号 还有芯片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 今天如果你注重拍照 但是你没有什么budget的话 这样你就选HONOR 200了 但是如果你注重性能 想要打下游戏 又想要拍照很好看的话 这样你就选HONOR 200PRO 毕竟它除了处理器比较好之外 它还有一个希望增强芯片 那个芯片有了之后 你打游戏的时候 手机信号也会好一点 好啦 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